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 新竹县被网友封为全台最美的废墟教堂的峨眉香十二聊天主堂 接至多年后 终于找到新竹人为他揭开神秘面纱 并准备按原貌修复建物 还邀请彩色香看玻璃艺术家丁松青神父参与修复 希望让天使教堂重现风采 近年网络事件掀起在老屋废墟自拍的美学风潮 让这座隐身在峨眉湖畔树丛杂草中 多处坍塌损的十二聊天主堂 意外变成热门的打卡地点 西班牙式的地中海建筑风格 十字架耸立于红马屋顶 长长廊道 远拱门窗 他神秘的绅士背景一直是个谜 十二聊天主堂的新主人 本身是虔诚教友 以悄悄地为他探访绅士 根据新团队的调查 十二聊天主堂兴建于1963年间 西称天使堂 是早期新主教区所属的教堂之一 由美国玛丽诺外访传教会的马教民神父 Ref James A. MC Komlack 负责管理 马神父透过苗栗老县长林伟公的交易 由林前县长的外祖母黄老夫人 十二聊人士 提供土地无偿捐建教堂 以便推广美元工作和扶船事工 直到马神父调任大胡 才由其他神父接管教堂 由于教堂与周边土地几度易住 需分别征寻意见和协调等诸多因素 久而久之让教堂成了废墟 今年经济积奔走 新主人在各方的协助与天主的祝福下 成功地取得所有权 并买下毗邻的幼稚园为整个园区取名为花之谷 近日以封闭教堂准备展开修复 未来将结合地方产业 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 五丰相侵权天主堂神父丁松青 与创作伙伴 达物族艺术工作者石英辉 日前应邀探勘十二聊天主堂的窗户 规划与安排彩绘玻璃事宜 新团队保存了教堂仅存的一尊圣母像 期待能还原教堂本体建筑 重建期间 请访客物随意进入施工范围 以维护安全